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的嫌疑 明天啊 又一个明天啊 又一个明天 我的两只手再也洗干净了吗 你 已经挽起干了 干杯 起座 我们的血液 你好 欢迎收看想世界 我是黄慧玲 两岸小剧场艺术节登场了 今年有一个作品很精彩 是中国道路导演黄银改编莎士比亚 经典马克白对岸翻成麦克白 黄银将经典悲剧 改编为具有东方幽默的作品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导演黄银 以及艺术节的策展人 郑涵文一起来分享 韩文你好 哈喽大家好 黄银你好 哈喽大家好 片头看到麦克白的经典片段 但其实麦克白当年诞生的时候 是在一个冰天雪地里面对不对 黄银当初是应 林牧中之的邀请 跑到立鹤村冰天雪地里面去排练 对2014年的2月 对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 这出戏它诞生这么特别的一个场景 是这样我在2013年的时候 带着我黄银工作室的团队 去立鹤参加亚洲导演节 当时表演的是斯特林堡的朱莉小姐 然后这出戏演完了之后 林牧先生对我的团队赞赏有加 并且希望我能够再去立鹤再创作一部新戏 所以在2013年9月之后 我跟林牧先生的剧团 就一直在沟通到底排哪一出 对 然后一开始林牧先生希望 选择一出荒诞派的剧作 对他一开始是希望你演荒诞派的作品 对 跟后来这个发展演变其实差满多 是因为我是觉得咱们华人 其实对于荒诞派的作品 其实虽然能够理解 但是没法体会 因为咱们经历的和欧洲战场上 经历的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多次跟林牧老师沟通 后来快到要去排练的日期了 林牧老师说 你要么飞一趟东京吧 我在五藏野的演出季的时候 咱们在你看着我的演出咱们在商量 所以我当时实际上是在 东京五藏野的排练场 看着Scott的团员在做训练 然后看着即将来演我男主演的田冲 然后他跟日本的团员一起在做 林牧忠志先生的劈刀的训练 基础的Suzuki Messer的训练 看着他劈着刀我忽然灵光一现 我觉得 我可能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重新讲解一遍马克白 因为在2001年 我第一次排过麦克白的全局 那么所以这个文本 其实在脑海里很熟悉 当然确实是在东京五藏野的排练场 看着训练 一下搭到了 而且当时就想到 我可能希望能够把它喜剧化的处理一下 那个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呢 他劈下去那时候 他给了你什么灵感 你认为可以就这样做 劈刀这个动作 对于麦克白的命运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对 而这个动作当你机械的重复的时候 当你的假想敌不断增多的时候 人生的荒诞感也就由此而来了 是 而且麦克白这部剧作 包括第一次来排 都像一个充满野心的巨人摔倒的故事 然后他不管品行怎么样 他绝对是一个英雄式的悲剧 但是我忽然觉得麦克白跟我们日常生活很像 比如说他会失眠 他会睡不着觉 任何都市人都这样 然后他跟他的妻子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 但是最后却变得无法相处 是 然后染上了 他的妻子染上了精神上的疾病 然后包括说 我觉得也许站在麦克白和某一个人物 单独一个命运的角色 你会感觉他悲情 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历史的视野 你去看从邓肯王到马尔康 这一段起伏经历的话 你觉得历史还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站在这个角度来讲 想从一个整体的 个体的人 然后在一个大历史当中的命运 然后去看 我觉得因为这样 这个戏能变得很幽默 好 你既然讲到幽默 我们先来谈一下 就马克白大家认识他 其实他就是一个悲剧中的经典 但是到了黄银手上变成 变成具有东方幽默 以及你们的文字上面写 他是用欢乐击退哀伤 让严肃加剧可笑的一个作品 我们先讲一下黄银版本的 麦克白是什么好不好 这个让自己说自己的西瓜好不好吃 我其实总是觉得有时候有点脸红 我帮你负责脸红的那个部分 然后你负责脸红 好 那我现在不脸红了 我现在可以终于大家谈起来了 我个人觉得 我们现今的生活 在大都市里面的生活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老说一个戏的作品 是后现代拼接出来的 但是其实不是艺术上先有的后现代拼接 而是我们的生活被后现代拼接了 走在任何一个大都市的街头 你都觉得生活的形态蛮有趣的 比如说我上次做宣传 在西门厅 然后你路过的时候 你会看到Shinjuku Plaza 好像你在日本 好像你在新秀一样 然后走着走着 你会看到非常著名的咖啡店 它传出来的味道 又好像你在伦敦街头 然后再往前走 又促销 商家促销 别着大喇叭在喊话 你就觉得这是在华人的地区 然后再往前看到红楼 然后一个很有地标性的老建筑 但是这个老建筑建的 又有点像环球剧场 然后周围又有酒吧一条街 就是我们生活的过程 其实是在不断的各种领域当中穿越 而这个穿越的时候你不自知 因为它就是生活本身 所以在这次排麦克白的时候 我希望里面所有的角色 他们首先思维和人物关系的界定 是东方式的 另外我特别希望他们过的生活 也是咱们东方人在经历 西方都市化进程当中所经历的 他们可以穿着很光鲜的外衣 但是会穿着自己很舒服的 很乡土的内衣 然后钻紧端的背后去睡觉 然后但是他摘开背后闹钟 想起他做打扮完了之后 他是一个能上替台走秀的一个帅哥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其实恰恰是我们大家都正在经历 而且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麦克白正在经历的 所以基于此来排他 所以说刚才说的那些宣传语 我想是所有的戏都会找到它的卖点 制作人会说这个戏其实很幽默 我们要突出这一点 当然在创作中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幽默不是 我逼自己要这么做 而是看着批刀我在想 假如我这么排麦克白 那个时候会让自己笑出来 然后会让自己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第一次排 完全把它当作悲剧去排的 那么当时是事隔13年之后 我觉得我想这么排 然后当时就在东京跟林木老师说了 林木老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怎么说 他当时表现得非常高兴 他说很好啊 然后说 他对于哪个部分很高兴 对于你要让批刀 一直不停地批下来 没有当时没讲那么多细节 我就说我讲麦克白 然后那个林木老师 这个剧目很严肃 但是我说 我试图把它讲解的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人物关系 其实可以有咱们常见的 东方人的社会关系在 好 林木老师说 那很期待 而且说 正好田冲去给你演 然后田冲给你演完 这个回来会演我的里尔王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关于这个中文台词的部分 你还可以帮他去工作 然后而且我挺期待看到的 但是真正等演完了之后 他非常喜欢之后 他会说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其实你知道吗 在五脏眼的时候 你跟我说 你要拍麦克白 我当时想 哎呀 不知道排出一个 多么沉闷的东西 尽管你那么说 但是他说 没有想到你做到了 因为他也觉得是 没有想到笑得 能那么由衷 你刚才说笑点有什么 包括林沐先生完了也问我 Why stand by me 就是拿英文 他突然甩开日文翻译 拿英文问我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尽管这部戏看起来 让你无奈的可笑 因为我觉得 麦克白这部戏 其实告诉你说 人注定是孤独的 所以他的原词 我觉得特别适合做这首歌 如果咱们把它肥皂剧一下 特别适合做 开头结尾的主题曲 是 他邀请我们在14年的2月 对 去当时的利赫 当时的利赫 因为利赫在日本的山村当中 对 北海道的山凹凹里头 对 然后在那个山凹里面吧 他从每年的10月或11月 下第一场雪 是 一直到3月中旬的最后一场雪结束 所以他每年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在下雪 而且那个是很深的雪 很深的雪 3米深的雪 所以我们去到2月的时候 已经雪击到3米了 但是还在不断地下 对 只有从宿舍到剧场 和到Vocano酒吧 就是吃饭的地方 这些路是每天下雪都会缠的 那么两边的道路是没得缠的 对 而且我们夏天去那儿演出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棵柱的 真的标着一个什么3米几 对 然后就会去 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柱 出的是去年的雪的最高线到哪 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那个雪的线还没有到最高线 等排完练之后 那雪线已经到了最高 又往上了 又往上了 所以两侧每天在白哀的世界中行走 那么在那个地方排练完了之后 我先在斯高特剧团内部 在立合山房做的内部演出 然后因为斯高特的团员在林沐先生的指导之下 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大和民族做牌 很严肃 那么这一个小时看 我也跟我的演员在讲 我说咱们虽然排的挺幽默的 但是不要求现场效果 而且演员们虽然跟大家认识 但是演员们会很认真的去看这部戏 那么这部戏当时演了前三分之二 演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之前就鸦雀无声 然后演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所有人终于开始崩溃 就是憋不住了 然后开始 一直笑 对 开始觉得 也加上到了复宴那部分了 他们就班科鬼魂复宴那部分了 然后他们可能开始看的时候 还在仔细地在看 黄桑和田桑他们会怎么来演出 嗯 然后在想好像不太礼貌 不应该笑 就应该是悲剧让他看看 看到最后发现 原来是有点没节操了 原来是这么个排法的 他们大概看到哪一样子的桥段 就忍不住他们就笑了 因为我是觉得 人在执着的时候 不管有意义无意义 任何一个人在执着的时候 你会观察他 他会特别的令人尊敬 因为他在努力建构一件事情 但是当这种高度的集中 高度的认真 他在一直追寻一件事 而这件事情 其实前景很不妙 而且说或者说哪怕他得到了 但是一直的执着 你跳脱出来来看 不以斯坦尼的角度 以布莱希特的角度 你见离着去看的话 就那一刻作为一个人 其实有时候有点 虽然可笑 但是会让你觉得无奈 我觉得麦克白的戏当中 就带给我这样的感觉 虽然你可能在笑 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生活既是如此 是你 你依旧会这么拼 但是拼下去 好可笑 所以我觉得 所以说严格的讲说 幽默可能还没有完全形容到 本身我想要它的质感 我觉得那个笑声 其实挺无奈的 而且有很多很无节操的段落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 会有那种用力过猛的情况 就一件事你很专注 或者你发脾气歇斯底里 对 然后但是你站在一个旁人 路过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 干嘛这么执着 对这个人 好可笑 而且好丑 然后他自己要拍下来以后 自己看会后悔的 但是不会 但是你在经历当中 你绝对不会 我觉得麦克白会带给我这一部分 然后还有另一部分 是麦克白带给我的 就是我在这个 就你刚才说笑点有什么 包括林沐先生完了也问我 Why stand by me 就是拿英文 突然甩开日文 翻译拿英文问我 就是因为我戏里面 用了大量的歌曲 然后这些歌曲的选择呢 也是没有曲风上的限制 有帕瓦罗蒂的歌 然后也有Benny King的歌 然后还有京剧的唱法等等 全部混搭 所以也有stand by me 那首歌 对 但是主题曲 恰恰是Benny King 和猫王的stand by me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尽管这部戏看起来 让你无奈的可笑 因为我觉得麦克白这部戏 其实告诉你说 人注定是孤独的 所以它的原词 我觉得特别适合做这首歌 如果咱们把它肥皂剧一下 特别适合做开头结尾的主题曲 是 不光是说当天黑的时候 只剩下月光 咱们两个要在一起干一些什么了 对 它最关键的是 夫人也好 麦克白也好 班科 马尔康 还有McDuff 他们其实每个人 其实都是很孤独的 而一开始 他们是很有团队意识的 但是生活 却让他们渐行渐远 就是stand by me 这件事情 已经变成一个生活中的奢望 是 所以才会有最后 在Lady Macbeth死去之后 麦克白会在那里很沉静的 声音全消失的去说 明天明天 又一个明天 一天天的这样 涅不前行 直到世纪末的最后一个音符 因为我觉得人生在这部戏当中 其实它给了你百味的咀嚼的可能性 那么常规我们经常只用 悲剧英雄的面目去塑造它 而我希望站在一个历史的大视野当中 既有悲剧英雄 也有日常当中的我们的心情 和那种无奈的可笑和孤独感 无力感 希望有人stand by you 但是没有 其实有一个标准是做一切戏 包括原创戏的一个标准 就是我所在的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人 有没有了解我在说什么 无论我做什么 所以今年还有什么其他的精彩作品 我们请韩文来帮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我特别其实对于其中一个作品 非常有兴趣就是《你好打结》 因为同一个团队 其实去年带来了《绿德水》 其实台湾的观众我非常的喜欢 对 因为其实去年《绿德水》是同一个制作公司 是 然后折腾文化 那今年他们是另外一个导演 老小智导演带来的《你好打结》 对 其实这个作品也是 就是我们真的说像今年艺术解说生活游戏 就是戏剧真的是从生活中 截取了很多我们对于生命的体验 然后把它放在舞台上做呈现给大家分享 那《你好打结》其实他也就是在探讨 就是像老小智导演他就说 其实在他在这个系上 他是想跟更多人沟通 我们很常时候遇到别人第一句话就是你好 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做了一个你好系列 然后来沟通他想要说的事情 然后《你好打结》剧情其实非常简单 他就是有两个银行的抢匪他们冲进了银行 然后遇到四个银行的行员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纠结 然后叙述了自己小人物的故事 然后其实整个故事 他也是黑色幽默喜剧 就是在过程中 你会感受到每个人物有自己对生活的无奈 可是同时间在这个过程 你又会感受到对于大生活 这个大社会究竟是你被彼此的关系打击 还是被这个社会的压力打击 就是一连串这样的故事 是 黄银也改编中国的传统经典 你之前做了《黄梁一梦》 那正好是两岸小剧场 又接这个首届的时候来这里演出的 那创造了新国剧 然后让大家也非常能够接受 台湾其实也一直在做经典的改编 你自己觉得经典的改编 最重要的应该要把握哪级点呢 我可以说实话吗 说实话就是 刚才来到这里还没有录影的时候 惠玲老师就说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 然后我就坐在这椅子呆坐了半天 好难的问题 所以刚才虽然在答 但是我一直在想 那个问题怎么回答 这个问题终于还是到了 回来了 就是我之前其实有先卸题了这样 对 就卸完题之后 学生在面对考试的时候 依然感觉手足足足 所以我就拿最直觉的天性去答 就是改编莎士比亚也好 然后改编最传统的中国古代故事也好 其实我在做之前没有一个框架的设定 就比如说它是西洋的作品 我就怎么样 然后如果是产生于唐代的作品 我就要怎么样 但是我其实有一个标准 是做一切系 包括原创系的一个标准 就是我所在的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人 有没有了解我在说什么 无论我做什么 黄大一梦我们大家好像一想都是一个儿时 妈妈会在被窝里讲给你的笑话 就是不要躺在床上睡觉做梦 然后你已经躲怎么样了 醒来其实你还没有吃饭 一顿饭的功夫 你要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上备食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做人要打拼 踏实这样 对 但是实际上在1200年前 沈基记写这篇千把字的唐传奇的时候 其实讲的完全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我特别想还原这故事的原貌 因为当时是说 这部戏要去阿维妮做首演 然后因为要去阿维妮做首演 那么我当时就在想 我排些什么呢 第一个念头 是鲤鱼的玉谱团 然后我就特别兴奋 我说我要排玉谱团 我眼睛都张大了 对 所有听到这件事的朋友眼睛都张大了 然后说 你是不是对这部戏的艺术情况呈现很期待 对 所以说不会啊 我狠 我要看那样的场面 你要怎么做 当我问完一圈之后 我觉得不要做玉谱团 因为所有的人一听完玉谱团之后 都是把它当作一个黄色的戏剧在看 然后有一种那样的感觉在看 那我就想 他失去了我想讲这个故事的意义 因为玉谱团本身实际上是一个男人价值观念的一个成长史 他透过两性关系 其实在讲一个生活 到底要有什么样生活的问题 那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自清 我不是那个嘿嘿嘿我想要看那个 你就满了 你发露了 你这个美妆 对 慧玉老师是 我非常想要看黄银怎么处理这样子 大家都想嘿嘿嘿这样子 但是你会处理成黄银全世的样子 然后又觉得哇好有艺术性这样 嗯那么我下次把它排出来 因为第一时间哪怕很熟的朋友都会觉得 哦你要挑战黄色场面咯 所以就因为这个状况 所以我说哎呀那不好我要再看看 所以就从长端上说呢 看到这个再看带着一个寻找的眼睛 再看枕中记得说 觉得特别的震撼 因为他的时间观念特别打动 除去他的原文跟咱们讲的不同以外 跟咱们现在想象的不同以外 那么做一顿饭的功夫 嗯你的意识可以飞扬一生 嗯你可以经历一生的兴衰荣辱 对 而且你知道做那个梦的时候 你可以闻到饭香的味道 这是一个时间带着相对论时间 并且有味道的戏剧 对 所以我当时脑子就一下就大 我说我要做这部戏 这部戏很简单 一切按照《沈记记》原文的记载 去进行去计数 嗯然后在演戏的同时 我们淘一锅米 蒸一锅黄米饭 不是小米饭 是唐朝当时的一个主要食品 嗯 主食的主要食品 在现场 在现场 演出的现场 最后是蒸了五锅 是 当然我叫蒸一锅这项饭 饭一边再蒸 咱们一边再演 饭演完了 鞠躬之后拿这锅饭出去 跟观众一起分享一下这锅饭的味道 哇 因为我觉得这部戏 其实是就像那个黄米吃起来 对 其实入口有点苦苦的 就是咱们原来念黄酒 最早的材质是黄米 是 包括粽子 其实最早是拿黄米做的 后来被糯米代替 嗯 就这种黏黏 其实它真的进口 你什么都不加 真是用最古法蒸煮的话 嗯 那么其实吃进去的时候 实际上带一点苦苦的 嗯 但是有一点回甘 你说好吃嘛 挺好吃的 但是你要天天吃 你会觉得太粗糙了 嗯 可是你当你没的吃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那个味道 来自1200年前的那个味道 还要感谢咱们台湾的大同电饭锅 因为我们来这演出的 我们一直在寻找 台上不许用明火 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蒸煮 直到来到了台湾 用了大同电饭锅 它本身真的是在蒸 而且它喷出的烟很高 对 灯光打成那个烟能有一米多高 然后味道散满那个全场 所以后来我们再去汉堡 法兰克福 然后明年年初 还会再去巴黎演出的时候 我们都会带着大同电饭锅 然后一起去烹煮黄粱一梦的味道 是 所以这是黄银帮我们把经典 带到现代的一个方式 对 我的评价标准就是 能不能感动我 然后大家可不可以看动 而不是对方喜欢看什么 嗯 好 你这样说我就会更期待你今年的作品 我们也非常高兴也很荣幸 邀请到两位来跟我们分享 然后也很希望祝两位演出成功 好 谢谢 谢谢慧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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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